拜拜 拜拜 嘿大家 礼拜六的vlog继续 昨天的视频看了没 我到现在还心有不甘 女儿的生日 我给她准备的惊喜 然而到最后却是自我感动 她其实完全不需要 网友的评论我也看了一阵间歇 女孩的话如果从小你比较 交管她那她的惊喜的起点是会比较高的 不像Lucas Lucas比较容易满足 对送洛克斯来接见 我去理个头发 让我们继续今天的vlog 过去一直是跑罗兰港 到我另外一个老乡黄景那里前 最近实在是太忙碌了 你爸跑了浪港了 到我们大梦坚布瑞 新认识的老乡 他这个店叫做3AM 凌晨3点钟 看看他的手艺怎么样 我这老乡他们店里的手艺还行吗 真的很不好意思 前面跟他们约了三四次爽约 因为约好了有事了 约好了什么去看一个房子了 约好了见客人了 刚来的时候理发师说 这就是你老乡爽约了三四次的人 我真是不好意思找个地方钻进去 在上一次体检之前 每一次来这个plaza 肯定要来一杯sunride 体检完了之后生活中少了一样乐趣 不过这个bcd豆腐 是我吃工作餐最多的地方 不到食堂的时候去吧 就来这里 大家如果以后来这边吃饭 可以光顾一下他们店 叫凌晨3点钟3AM 哎亲爱的 看到昨天视频留言了吗 没有 一直夸你的 夸什么 说你身材现在很fit 衣服又好看 哦是吗 好多人夸你 那我得看看 滴滴 滴滴你太可爱了 慢一点看车 来来来 43秒路卡士 这都要计时吗 那给我吧 你没拿西瓜 不用拿西瓜 直接喝啊 ok 哈喽哈喽 哈喽 你回来啦 是是是 体型变得好像 肥腾 肥腾 肥腾健身 真的啊 礼拜六的家庭聚餐时间 这次是来到了桂乡家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露甜 就为了礼拜六这一口 没错 你现在身材跟之前比 有了很大的变化 大力水手 如果你自己看你过去的视频 我有我有我有 我觉得现在我可以去游泳脱衣服 没问题了 以前我都是穿长袖去游泳的 你还记得咱们去那个 萌氏拍视频的时候吗 记得 你就看那个视频 差别好的 哇 你怎么还会回看视频的呀 呃 sometime ok 那我记得那天是有一个人 手机掉了 对不对 我们在找是不是 哇 哇 那个时候你完全不是现在这样的 ok 太帅了 阿果也是 阿果自从开始恢复前程之后 大家都觉得他变化了 我觉得你这一辈子 就这么保持下去了 要的 要的 Hello Team Hello 上次已经介绍过了 这次再浓动推荐一下 如果没有看过他的视频的 Just Team Just Team Wu 我觉得现在是耳丸本地最厉害的视频创作者 哇 上次李斐的一个朋友认错了 在小区里面看到我 哎 你是李斐朋友对不对 算了算了算了 我感觉 我以为被他认出来挺好的 结果他们跟我说 你是剪头吧 那个人 哈哈 不是不是 Tim是自己有自己的生意做 然后他在现在业余时间做视频做得非常棒 业余还好 对我觉得短期之内叫弯道超车 已经比我们这些做好多年都很好了 谢谢 他是那种综艺讯 收集很多资料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介绍一个很科普的内容 然后也有介绍财经跟大学 对 介绍关于很多大学 那个是他儿子 我之前拍摄过的 他凭着跟他儿子聊天 把他儿子聊进了斯坦佛 如果你们没有看过的话 也可以看过那集视频 最新的也是跟儿子访谈的吧 对 本来今天小饭去了 但是今天要赶下来吃饭了 就吃饭一饭 没关系 大家等一下嘛 等我们今天的Vlog过后 关注他的频道 看一下他跟他斯坦佛的儿子聊天 聊些什么内容 有趣的小故事 桂香的老婆跟她是初中同学 初中 然后从在一起开始到现在一直叫 互相叫 baby 这个是长沙画版的英文baby 然后我们跟他就说 你们还叫这么亲切的 然后我叫玩一个是叫宝贝 这个很正常嘛对吧 但是一般结婚这么长时间 他叫baby的比较少 这个在我们那边的话语是 你这个人很baby Tim 你们叫啥 我们叫名字 叫叫名字 叫老公 我们叫老公老婆 我们叫爸爸 先生还是叫老婆 我们有孩子的时候就叫爸爸妈妈 然后叫老公老婆 就好像大家说什么孩子 他爸孩子他妈 就这种感觉对不对 就把孩子给省掉 我都上 我嘎上 baby 哈哈哈哈 你谁有什么事情做过 你看 我贵香跟他太太是初中同学 我跟我老婆初中同学 这俩就更厉害了 这俩是幼儿园同学 对 幼儿园 然后是高中同学 我的妈 可以下手里走 下手里走 下手里走 哈喽 菲菲 哈喽 八岁的小女孩了 yeah 妈妈昨天说 如果我给你送一个 一拳套很漂亮的 精致的化妆品 你会比 我给你布置那些气球 那些礼物 更surprise你 is that true? 如果你们看过我们之前视频的话 Tim他们家做饭也很好 然后呢 有时候他们会想和我们去他们家吃饭 然后我们就找了个由头说 你们两家PK一下厨艺吧 我们分别当评委去两家吃一下 然后刚才Apple说他认输了 肯定不能让他认输 继续PK啊 老婆 照为评委我们打个分呗 我都忘了上一餐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了 没关系 我没有对比怎么 不是 我都忘了在Apple家吃的那顿是什么样的了 Apple 下一餐约什么时候 等你们日本回来 都没有对比 我都没有办法打分 OK OK 有两家喜欢厨艺比拼的朋友们 我们还是很有口福的 辛苦了三米 谢了啊 多抱一抱以后你能上斯坦佛了啊 这一一道中的小艺车 讲到下手要趁早 刚才贵湘的儿子 叫王一乐 跟Fiana講 她是全世界最爱Fiana的人 Fiana 她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好喜欢你啊 为什么? 因为你很nice 因为你真的很可爱 因为你很nice 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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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爱